爱情宝贝战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 余博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张磊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了解一下 第一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祸 各位 请看 谈恋爱的时候 她对我很好 我不懂为什么 婚后她变化那么大 为什么她总是 是我婚后变量了 其他人的婚姻 不都是这样吗 她一直催我生孩子 可她根本进不到 做丈夫的责任 她总让我改变 我觉得我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32岁 来自内蒙府 宫人 女嘉宾张女士33岁 来自黑龙江 宫人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婚前婚后大变样 对吧 是这样的主持人 婚前她追求我的时候 确实是很殷勤的 包括就是有一次 就是只是很随意地说一句 我说那个 女生宿舍管的就是盐 想出去吃个一宵夜都吃不了 然后她呢 就走心了 冬天大心安岭 大晚上多冷啊 然后她就跑出去 大概三里多路 从校外给我买了一份宵夜回来 我当时特别震撼 我说 哇 这不是标准的暖男吗 当时是发自内心做的吧 那肯定呢 追求的时候都这样吧 讲一件婚后 让你失望的事 婚后有一回我那个 跟她说我说难受 她找工作嘛 然后她说那个 那你还得帮我就是看工作什么的 然后非要拽着我去 结果那天呢 就是感觉上天气特别冷 还下着雪 她就绕我在那里 就一直等着她 等着她 后来我在那里 等了几个小时 一开始看工作的时候 看工作的时候为啥呀 咱俩都是为了以后的打算嘛 咱俩一块去看 要是行的话咱俩都去呗 不是考虑咱俩的事吗 那不能光我看吧 但是我都说了 我那天确实是不习 我不想去 那你非得拽上我 而且后来都已经把我冻病了 我到现在都有后遗症 一到换季就咳嗽 在追求我的时候 我要吃饭 你能冒雪给我送饭 我成为了你的媳妇之后 你居然在雪地当中 让我被风雪打透身体 是吧 这个对比很强烈 还有画面感 我们再说第二届 她婚前是怎么对您好的 婚前的时候已经要实习了 实习的地方离我们学校很远嘛 有一天我说难受 肚子疼 然后宿舍的红糖水也喝完了 其实真的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她呢就把工作都放下了 特意跑到学校去 我就觉得就是能千里迢迢跑到我们学校 就觉得她这个人就是诚意很足嘛 是真心吧 是真心的 我相信一定是真心 没有真心做不出来这个举动的 婚后呢 婚后现在就是甩手掌柜一样 到什么程度 就比如说吧 我说家里这个灯泡坏了 你把这个灯泡修了是不是 结果等我下了班回来 我发现那个灯还是坏的 是 然后她就坐在那打游戏 那个东西怎么修 修完之后还有换换新的吧 你非养子就给干什么呀 那你倒是买个新的回来呀 然后你新了你买也就买 我上班了那我忘了 那还不能忘了吗 第二天再说呗 但是你婚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看啊 婚前想喝红糖水 从单位冒雨冒雪出来 我都能送 婚后了到了家里 不过是换个灯泡的举手之劳 这事我不干了 为什么呀 忘了吗 对对 忘了是个理由 那问题 我们再举一件事 婚前呢怎么对你好的 婚前她就是说到做到的一个人 我跟她说我最痛恨男人不务正业 我说不想看见打游戏 然后她就真的 就把游戏给借了 而且把她以前的游戏账号的 所有东西都卖了 给我买耳钉 我到现在还留着那副耳钉 但是婚后呢 她就会说什么 哎呀那个 我过年了 我打会儿游戏没事吧 哎呀或者是那个 我这段时间没事干 我打会儿游戏没事吧 就开始违反她的那些约定 你说吧 工作90%都是男同志 也不能见见见面 啥不说吧 聊聊车 玩玩游戏 再说是有点自己小乐趣 也没什么吧 这很正常 你们就只能玩这个吗 你们就只能说那个聊这个了吗 再说我生气的点 也不是说你 你玩的游戏 她生气的点是说 你追我的时候 你把游戏戒了 怎么你成为我老公 你又打上了 是这个吗 对吧 她说到就不能做到了 你知道我最偷恨 说到做不到了 好 再举一件事 其实婚前的时候 她特意为了我 她放弃老家一份 就是她明明很想当警察 老家那个时候 如果要是她面试 很有可能会成功的 能可以圆她一个警察梦 但是她呢 就觉着业绩嘛 害怕那个时候 就是如果她回了老家 我们两个就分手了 所以她特地 放弃了老家这份 她特别钟爱的这个机会 跑到我的老家陪我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 很感动的地方 为了爱情放弃了梦想 后悔不 不后悔 现在不后悔是吧 好样的 婚后呢 婚后 整个人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之前我嫁给她的时候 就是我婚嘛 然后当时 我就图她对我好 房子 车子 什么彩礼 什么三斤 什么都没要 然后但是婚后呢 我说咱们两个 也不能那个 没有自己的家嘛 我就说咱们能不能 就是说租个房子 或者是买个房子 但是她什么事情 她都不操心 然后最后还是我去看 我天天上着夜班 然后白天 我还要去筛房子 全市的房子挨个去筛 去跟人家讲价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直到我交定金的那天 她才去说 我房子还没看过呢 我还是去看一看吧 不是 那时候情况 你也不知道 你上夜班 我上白班 等我下班了 你上哪儿看去 我看都没地方看 那你还有个导班的时间 你也有放假的时间 你到时陪陪我 帮帮我呀 那最后拍板那时候 我不还跟着去了吗 我觉得买房子 装修 这应该大多数家庭来说 都是男人扛得多一点 那当时时间不准许 那我也没办法 不是时间的问题 你要说时间 我今天上夜班 我白天更没有时间 我还要休息呢 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属于精神特别集中那种 万一休息不好 整不好就弄个残疾 可以理解 刚才你说 因为她对你好 所以你是裸婚嫁给她的是吧 是的 什么都没有要吧 什么都没有要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 怎么的呢 我父亲走得早 就是我妈自己一个人 我俩结婚的时候 其实情况不是特别好 我妈就是也是尽自己所能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两个人为了一份爱 为了在一起 其实都做出了各自 最大的一个牺牲和让步 对吗 对女孩来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裸着嫁给你 代表了我的诚意 对男孩来说 我可以放弃梦想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跟你远走他方 是这意思吧 对 当我们做这些对比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啊 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 婚前甜如蜜 婚后好像就被这些日常 给折磨了 简单地做一个对比 就会发现 好像女生心里面 有很多的不爽 对吧 男生实际内心 也有很多的冤屈 对吧 就像我就是没车呀 我们俩就是要找工作 你就应该陪我去啊 我确实是在加班呢 我没有时间白天去陪你看放 你心里也不愉快 对不对 对 好 这是夫妻之间的 婚后我们知道 除了夫妻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 别提了 我婆婆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圣旨 你像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没有要孩子 结婚时候怎么说呢 是不是三年真的要孩子 那一直不要孩子 我为什么不跟你要孩子呀 你心里没点数嘛 你天天都跟和孩子一样 天天就知道玩手机 你根本就不帮我做家务 你像有一会儿 你哥们来了 那是你的哥们 你的兄弟 我都没见过 结果最后买菜 洗菜 做菜 一直到菜桌上桌 我叫了你好几次 我说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结果你就在床上看你的小说 不是 你说一般男的 哪有就是没事 老往我出发屋 说的 就是女生的感受很实在 我不能带那么多孩子 什么时候你长大了 什么时候我再 有一个宝宝 你妈妈让我觉得有点安全感 我嫁给你 我是图一个 有一个人可以客户 我保护我 做一个避风港给我 可是反而我觉得 我跟你成为一个家了以后 都是我在去担负 一个像 类似于你妈妈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去照顾你 行 我能理解 不着急 慢慢说 那你婆婆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刚才你说到 婆婆的话都是圣旨 是吧 对 婆婆都发布了哪些圣旨 我婆婆就说 赶紧要孩子吧 要孩子 然后老话说 那个吃兔子肉 孩子可能会得兔唇嘛 兔子肉不能吃 那不是为你好吗 那不是为你好吗 那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知道这个科学角度 是站不住的 你怎么还向着我婆婆呢 老人你就那啥吧 你就 就那 就是一段时间 那你说海参 你知道我 我最爱吃的就是 这样海鲜 螃蟹之类的东西 我妈妈那时候 好不容易跟我弄过来的 最新鲜的 结果你 你当时就送人了 我倒一直都 没有见到这个面 为啥送人 就是我婆婆说 吃这个对那个什么 看着了 那肯定就是 吃这个对那个 备孕不好 寒凉的 对备孕也不好 那你婆婆没给你 开点什么备孕的 什么灵丹妙药什么的 我婆婆一个 就是催她嘛 说那个你快带着 媳妇去那个某某医院 或者是某某大夫 听说那话可怜了 就是就喝点中药 就怎么了 你那药师傅喝完 都给我喝的都直吐 这个光为生孩子 这个婆婆吃 要管 要要管 她就是始终都是 就是把婆婆的这种话吧 就是特别当回事 而且她也知道 我们两个 不是说身体 不是 你咱俩现在都这个岁数了 你就再往上 就大龄产妇了 你说到时候 生孩子有危险怎么办 早晚得要孩子 是不是啊 那你 你现在蹭蹭往后 那你怎么 怎么怀孩子啊 我养你一个 已经够费劲的了 你为什么老说养她 就觉得她天天 就跟个孩子一样一样呢 然后还得我 我管着她 就包括 她可能感冒或者什么 她都不会想着 我自己该吃药了怎么样 都要去我照顾她 有的时候 她就是饭驴 我还得哄着她 还有就是 她的同事结婚 我都要去帮她 提前准备好 什么随份子的钱 她的服装什么的 没必要嘛 就关系一般的人 就随个份子拉倒你 那所有人 不都从关系一般 慢慢起来的吗 再说 那你们那么多同事都在呢 我不就是想着 你去了以后 跟其他同事 没必要 你都给她准备好了 她也不穿 对 她就说我不去 你要去你去吧 还挺任性 哪年结的婚 一五年 几月几号 二月九号 对吗 是那天领的账 所以你们结婚几年了 七年了 没孩子急不急 肯定着急啊 那你为啥不长大 我得慢慢学 我不是说 一下子就 我什么都会啊 导臣ог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电话不接 打电话不接 你说的行的 你光知道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后来为什么我不接电话 我就因为老接你电话 老接你电话 后来领导都找我了 领导把我好顿说 光用你有工作我就没有工作嘛 那你不 那你不挣多少钱 你不 我让你不行了 我不挣多少钱这是我的工作 再说 就只是让你买个东西啊 有那么费劲呢 我那边是忙不开 没办法 所以我想知道啊 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婚姻里面的 各自的感受是什么 女生是累 对吗 特别累 那你呢 我最受不了就是她的冷包力 一句话不跟我说 我就已经快崩溃了 快炸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我该说的都说给你了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想知道 夫妻双方的作息时间 早上去上班 是吧 是的 中午回家吗 不回去 晚上回家 是 谁做饭 我做呗 吃完饭到几点 吃完饭有时候七点多钟 九 有的最晚的时候九点来钟 谁洗碗 都是我嘛 晚饭之后的时间怎么度过 我会想着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就想跟她聊天 分享我今天上班时间发生的事情 好玩的 或者是有些地方让我觉得不开心的 我都想跟她分享 可是她 我忙一天 那我手机放在那儿看看电视剧 看看资讯 那也不可能让我放松一个方式啊 所以说吃饭的时候 她想跟你聊天 你在看手机 是还是不是 对 好 吃完饭之后呢 吃完饭之后我洗碗 然后她就在那儿打游戏 打到她困了累了 她就直接睡了 也不全是啊 反正就是每天可能发生事不多 说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偶尔也是说的 你很少跟我聊天 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先生在家里面回来的状态 基本上面是手机比较亲 妻子比较远 他每天是手机不离身的 他连上厕所都必须带着手机 你是不是觉得 结了婚就成我老婆 所以我不用再努力了 也是要在乎 我们好多跟起来都是婚后的 下班之后出去喝酒啊出去玩 我又没怎么样 我就回去 我就玩我手机 也没干什么 这不很正常吗 你为什么发生 这个毫子 所以我也没他 坐在家里边 这也没给你 如果我乱引起来 我家里边 我怎么能够 你也得不成功 我自己认为 不要扶着 我没趣 你会有时候 我老是 我 你不就 你不在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的是什么 为了获得女友的芳心 我直言我也做过 但是你的极致在于 在婚前 酣畅淋漓 结果 婚后 他越来越失望 我不说其他 男人一言九鼎 在婚前是你主动戒掉了游戏 在婚后变本加厉 尤其是你不但不管这个家 更多的是没有成长 他看不到希望 而且你母亲的那个事是很好化解的 两面哄啊 你不会哄啊 以前你多会哄啊 大雪天送饭 宿舍送红糖水 为什么不把以前的心思用到今天呢 结婚七年 有多少张的保身书了 没数很厚一达 好好留着 其实他不笨哪 你看 面对可能的离婚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转临财产 你还有爱吗 你的自私一览无语 如果说问题不化解 接下来可能面临的就是离婚 谢谢 看得出来 男方在婚前 做了很多让女方感动的事情 是 但是我们感觉到 他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有条件 有目的的 你可以在婚前 为了得到 女方对你的认可 接受你的感情 可以 千里迢迢送红糖 半夜翻墙买宵夜 可是你得到了之后 你珍惜了吗 七年啊 这七年的婚姻 是需要你用心去经营的 爱是付出啊 不是索取啊 如果在婚姻当中 一方只是一味的索取 而另外一方不停地付出 再深的爱 也会有消耗殆尽的那一天 那真是 言听计从 妈宝男 回家就把手机玩 家务都是妻子做 丈夫甩手 欺心寒 钢铁直男 不懂爱 再不改正 家要散 悬崖之境 要乐马 浪子回头 经不换 你觉得她的性格本质是什么 当时真的觉得 她就是暖男 你对于这个东西 理解有错 她一站上来 大概在五分钟左右时间 基本上就能总结出来了 她的性格本质就轴嘛 我应该也是 她的性格本质 她的性格本质 都能质 她的性格本质 都不过 她的性格本质 都不过 她是 不过 她的性格本质 她的性格本质 是 还没那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好奇怪 你妈妈为什么偏方不是给你一个锦囊 你在自己久不怀孕的时候 打开这个锦囊一看 里头就两个字 勤快 你们之间就真的是没啥大的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你在婚后忙着干什么去了 就忙着打游戏啊 就忙着逼老婆生孩子 老婆该怎么配合你 我就问你 你多不改变一天 你老婆离高龄产妇就进一步 你一点点地害着她 你还觉得这个女人在剥夺你的生育权了 你还委屈得不行了 你好不好意思啊 就是想让女人生孩子 一定得让女人开心吧 你一定得像怎么追她的一样 亲力亲为吧 玩这个事偏方变不出来的 就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你妈妈说的所有的话不要听 如果你妈妈告诉你说 勤快请你听 其他的爱好你老婆 之前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 怎么追到她的 现在在发挥自己的主观冷动性 不要想什么听老人的 你就按自己的来 然后看看明年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喜讯 我真不觉得明年 他们生孩子是一个特好的事 而且我觉得女生到现在为止 不生孩子做得特别特别地对 你需要快速地长大 如果你想做爹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不能再抱怨了 你得交 米娜老师给她交两手 就是那个灯泡没换我也不换 然后过几天了 她还意识不到的话 我就再提醒她 一直到她换了 哇 终于想起来了 家里亮了 然后就通过这种夸赞和引导 逼她慢慢地把所有的事情 及时地做起来 就不能够你像她妈妈一样 你完全代替了她的妈妈 然后你如果看手机或干嘛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再吃我做的饭了 等到你自己不看了的时候 你再过来吃 就跟小时候我们教小朋友是一样的嘛 对啊 就不来吃饭 错过了这一餐就饿你一顿 对啊 就是你不能宠她 她到今天这样跟你宠也有关 你纵容她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她愿意这么去努力 你的妻子愿意这么去努力 是基于一个前提 她还爱着你 她还对你的改变充满希望 同时她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性 这就是离开你 那道理是选择帮助你 一起成长 还是选择离开你 这个完全她会自己做决定的 但是今天就让你意识到 你人在 不参与这个家的任何活动 其实还不如你人不在 好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在之前我还没认识到我的错误 你在我心里其实一直是最重要的 今天老师跟我说这么多 我觉得确实是我有很多问题 我认为结婚证只能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能够证明我们之间的亲密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 能够从恋爱的那段时间之后延续 是我不好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考虑 哇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请回 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团节目的完整内容 你们觉得女生还会再出来吗 是个什么结局和结果 我认为女生还会出来 男生当然会出来 因为今天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是一个契机 一定会双处 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快快快快 站这站站站 牵着他站过来 你真是什么都要教啊 行了 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抱抱 做抱抱 嗯 我有个外的 啊 我有个外的一个小东西 啊 您知道吗 其实我在结婚的时候 我知道对您 可能就是很多事有亏欠 没有一个正式的求婚 这事其实落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 您能答应再重新给我一个机会吗 嫁给我 我都出来了 我就是决定了 我再给 我再赌上一把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我希望你能把所有欠我的 一点一点的 都补给我 好 请亮灯 哎 跪下容易 回家攒星星去吧 五百颗星星嘛 啊 谢谢两位 请回 祝你们幸福 啊 这五百 其实 其实要我说的一句 一千颗你知道吧 回回回 其实你算过没有 一天三颗星 一年刚好一千多颗星嘛 就是没 其实一年 就二十一天养成习惯嘛 一年就差不多了 快回快回 哎 其实 这是妈妈带来的债 要让新娘 要让新娘去还 都挺辛苦的 我们就期待着这个男孩 早日长大成人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资料 各位请看 结婚前他给我的承诺 一个都没有兑现 我真后悔跟他结婚 结婚到现在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 他的转变太大了 他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我真的很失望 我在努力为我们的生活打拼 他为什么不能为我着想呢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 三十四岁 来自四川 销售推广 女嘉宾邹女士 二十七岁 来自四川代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怀孕了吧 嗯 几个月了 五个多月 要不要坐着 嗯 坐下来就 咱们心里也安定一些了 毕竟怀孕五个多月了 结婚多少年 两年多 这是第几个孩子 这是第二个 老大多大呀 老大两岁 你这个倒抓得紧 老大是男孩女孩 女孩 人家怀着孕 把人带到这儿来干嘛呀 家庭矛盾感觉就是太大了 因为现在是每天几乎 都有可能因为一句话 或者说是一个表情 都有可能干起来 行 我们先从相识开始说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2018年 在场地上班完了之后 就是分到一起嘛 慢慢的就熟悉了 工友对吧 对 当时是不是他追的你啊 嗯 追了好久就追到手了 没追多久 本来开始都还是 互相友好感嘛 认识了两个多月 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没多久 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然后我就很受不了 我都忍不住都流眼泪了 然后后面也经常这样子 我就受不了他的脾气 认识两个多月就给你发脾气啊 那你还不跑 也没有 因为一次发了脾气 就彻底分手那种 一点机会都不给他那种 我也没跟他闹 也没提这个事 我就自己受委屈 我应该是对他发个脾气 但是因为 比如说我跟他商量事 他就是不理我 完了我 不管我怎么说 他就是不理我 完了本来是很着急的事情 他就是 没反应 所以说我就这种情况下 可能激化了 后来谁提出的结婚呢 谈了一年多之后吧 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够长嘛 就是我又跟他说了嘛 虽然说中途当时 可能有些小矛盾啊 就是像那种草闹也有 当时我跟他提出结婚的时候 他也没有太过多的反对 后面我就待到家里面 简单的差不多的婚礼 但是 认识了多久就结的婚 一年多是吧 一年多 这个结了婚之后 很快就怀孕了吧应该 对 那日子是不是过得很幸福呢 刚开始还可以吧 但是婚后 有孩子当中 可能他也是 因为在老家嘛 就是跟我父母住在一起 所以说有的时候 可能他不太适应 就是不太融入我那个家庭 我也想过出去 但是因为他怀孕了嘛 毕竟要是我出去的话 我要上班 他一个人在家里 我就照顾不到他 所以说我就只能 把他放在家里面嘛 因为这样的话 我父母可以帮着我照顾嘛 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在 对我很不满 所以就是在怀老大的时候 他出去打工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个 他的家乡 你觉得不适应 对不对 本来刚开始怀孕 就没什么胃口 吃得也不好 天天都是清水煮菜 然后很多时候我也想 要不自己去买点 喜欢吃的菜嘛 然后他都不太想我买 叫他买点肉这些 他也不买 所以你当时的心情很不好 是吗 就是因为天天吃也吃得不好 脾气就爆发 他爆发的时候他想干嘛呀 有些什么举动吗 他爆发 一般正常就冲着我 跟我发火 完了之后就说我这样 说我辣呀 他发火发到最高的时候 有没有做出一些什么举动 比如说这孩子我不要了 我要怎么着 有吗 对经常那样 我要把孩子打掉啊 就是这种 只是说一说是不是 他经常说完了之后 他其实去干过 他本来都到医院去了 完了我的朋友 怪我嘛 他说你老婆 把孩子打掉 你什么情况 我才反应过来 所以你妻子怀孕了 不想要这个孩子 在医院去做人流手术的时候 你是通过朋友指导 拦回来的 好嘛 你们家这老大要的够波折的 后来这孩子 顺利生下来了 对吧老大 生下来之后 他的状态好也没有 状态其实挺好 完了之后 他就跟我说 搬出去做 本来我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考虑到 因为我们本来年轻嘛 第一他也什么都不懂 也不会做 孩子也不会带 但是我们父母 他们会呀是吧 所以我说暂时先在家里嘛 让我的父母照顾他一下 你就把孩子带着 你啥也不用干 所以您是在外地打工 把他留给了自己的爸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你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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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我带了一年的孩子 就放在那儿就走了 刚开始出去肯定心里面也很难过也不开心 他呢他当时也不考虑我的感受还天天跟我发脾气乱骂我 我经常都是忍气吞声我忍得还少一样 那他带你出去打工给你介绍了个什么工作呢 就是一个服装厂嘛 然后很苦很累工资又不高 经常要上夜班做了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做了嘛 然后还劝我继续做 嗯 做没做后来 后面勉强再坚持了一段时间嘛 然后就没有做了 哦 为这个事儿有没有争吵过 嗯 经常争吵 他也 也不体谅我 好 那 为什么还要再生老二呢 老大都这样了 日子过得这么糟糕 都在争吵 为什么 这个 这个真的是个意外 没有 没有在计划之中的 那你们下面怎么面对这个孩子呢 既然有了肯定要啊 好吧 再难就要 行 你要坚持啊 来 帮我们描述一下 你心目当中 现在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觉得对他和婚姻很失望 觉得这些年自己就像个提款机一样 一直在付出 都是自己的积蓄在补贴家用 然后他挣的钱也没给我孩子用 也没看到他挣的钱去哪儿了 也不关心我和孩子 陪我和孩子很少 听懂了 你们婚后一直还拿你的钱在补贴 你的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 以前的积蓄啊 再花你的积蓄啊 嗯 你的钱呢 其实他说的只能说是一部分 大部分还是我 因为包括小孩子衣服类 也包括比如说其他的都是我 包括我们自己出去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是我 只能说他感觉我的少一点 作为男人嘛 什么钱都应该我出 他可能是这个想法 其实 你大概觉得自己补贴了这个家里多少钱 几万呢 你一年能挣多少钱 正常上班也就几万块钱一年 那你上班上的正常吗 也不是很正常 所以你挣不到几万块钱是吧 最近几年是的 所以呢 就最近几年不就是他在补贴吗 也可以这么说 好吧 想到我明白 还是你忽视了 他一气之下 乡区医院打掉孩子 我可以理解 他当时的失望和痛苦 有了孩子以后 你把妻子 孩子 扔给自己的父母 以自己外出打工赚钱为由 结果妻子也看不到他多少钱 现在好了 妻子怀孕五个多月 你的态度很简单 这是意外 我真的为这位妻子担忧 等到在五个月以后 你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 你们这个家庭该怎么办 你想过没有 你是一个男人 是需要负责任的 是需要担当的 做丈夫的 我们这一个肩膀要硬 要担起家庭的责任 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他是人 他并不是说 你认他一个饼 认他一碗菜 他就可以的 一个年轻的妻子 他对婚姻生活是有追求和向往的 您曾经也承诺过的 小伙子明白吗 不要跑到这么远去打工了 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 哪怕苦一点 哪怕赚的少一点 家庭的小日子 一定是这样 更加的温馨温暖 明白吗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 让我挺难受 嗯 说实话我家的猫 怀孕了 我都知道 给他加一个孕妇餐 营养餐 你的老婆怀孕了 怀着你的孩子 你就让他整天 吃水煮白菜 清糖挂面啊 娶的老婆 你不疼 生的孩子你不养 爱你给不了 钱你也给不了 这样的婚姻谁想要呢 你还怪他有脾气 我只能说 这样欺负女人缺德 嗯 这真是 这个男人不靠谱 能力不行脾气足 男人需要能抗誓 莫让妻子做托付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老公说不了 因为他在我眼里面 他就是这个样子 改不了的 这种人永远改不了 我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的 命会不好 是因为你在该选择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去选 你24岁 2018年和他认识谈恋爱 到现在四年的时间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有很多次可以选择的机会 甚至于你都到了医院了 你都没有选 你一直在被这个生活推着走 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命 错了 是因为 你没有勇气 是因为在这个整一个四年的过程 你想 2018年 你还是个24岁小姑娘 在那个厂里面打工的时候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幻想 你将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可是才过了短短四年时间 你住在一户 对你很不好的人家里面 有两个吧 现在算两个 运气吃一点水煮白菜 没有任何人真的看到你 这个时候你在想 你还有什么未来 你还有什么可能性 你的梦想呢 你曾经想过要过的生活呢 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 说你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面 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在那边安居下来的吗 我相信你曾经24岁出去打工的时候 你想过这一点 所以我现在想 鼓励一下 我没有什么要对他说的 我想鼓励一下 你到此时此刻 你依然有跳船的可能性 你要从一艘被命运不断推着的船上面跳下来 因为那艘船不对 因为那条河给你带去的那个地方不对 不要被生活推着走 如果这个生活不是你想要的时候 可以打破它 怕什么 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破它 何况你现在才27岁 你结过婚 生过两个娃又怎么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结果 或者生过两个娃的人 依然可以出来工作 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依然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 关键在于你得有勇气 你得知道你的命运不是靠谁 不要去迷恋别人告诉你的 家庭的完整婚姻的完整 像你这种生活质量的完整性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那不是生活 加油吧 谁跟着你都是一头栽到黑 就这你还好意思 让我们改造你媳妇的这一个 你知道一个女人怀孕多辛苦啊 不说别的那一些反应了 你给我腰上扛一袋米 24小时不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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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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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的大宝 那是个女儿嘛 现在不知道这个小生命的性别是什么 但是今天啊 我们会为三个新活的生命 开始了有一份担心嘛 就希望她们都平平安安的吧 健健康康的吧 未来的日子希望因为做了母亲 所以女士会变得刚强 所谓为为母则 愿她们找到自己生活新的出路 摆脱这个带给她们噩梦的男人 其实离开了可能幸福就开始了 因为最大的不幸已经呈现在眼前了 未来的路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